大家好,我就是村子里面的村长,最近村子穷色,今天我就去挖了钻石,结果你们也看到了,就只挖了一颗,唉 我太难了 老皮,最近我压力很大 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果然是不对劲的 想不到这样的缺陷真的被我找到了 真不错 那我就可以进去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了 赶紧挖了 这怎么还有通道 什么情况 这是挖到了什么地方 真是奇怪 这里还有箱子 还有披萨 有点奇怪 这里怎么还有披萨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以前有人在这边施工 没吃完人在这里的吧 不过我也很好奇 什么人在这里施工 我们竟然不知道 这还有帽子 还有一个按钮和锤子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这个按钮是干嘛的 我的仓库是怎么回事 竟然怎么还自己开启了 什么鬼 这里面还是挺奇怪的 不管了 看看哪里能出去吧 找了半个小时了 出口还没找到 不过我找到了很多的钱 还有一把激光枪 还是很不错的 让你看看 我看到鸡岩了 这里应该就是出口了 等会儿 我好像已经进来了 这应该就是鸡岩的内部了 不过去 这里面竟然是钻石村子 你是谁 怎么来到我们村子里面呢 我才来那搭理你 我现在只看上钻石 哈哈 没想到 这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钻石 那我是不会客气的 钻石都是我的 这是仓库吗 门看着都不一样 我去 果然是仓库 居然这么豪华 你是谁 不要动我的钻石 啊 竟然有人看着 还是一个土豪啊 那个什么 我就是比较好奇 你的东西我没动 因为你们这里在我们村子附近 所以我就是来看看 怕有什么危险 我还想问你们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村子附近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村子被鸡岩围住 我们压根也出不去 所以不知道现在在哪里 那就奇怪了 你们平白无故就出现在我们村子周围 我们也想着挖着出去看看 但是没找到出口 哎 难不成是有什么设施 能让你们村子顺移 不过代价就是你们只能生活在这里面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你能带着我们出去看看吗 我好想去看看外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没问题 你们这里有电钻吗 这样直接开钻 浪费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鸡岩是我们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 只能电钻才能打开 别的没什么办法 好了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村子 不过没你们村子那么豪华 所以我才想去你们村子挖钻石 你们不要介意哈 好了好了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跟土豪还要商量一点大事 拜拜啦